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一方面很多人还对历史人物进行了再认识 比如说贝多芬 大家知道吗 最近在互联网上竟然流传一种说法 说贝多芬是黑人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给大家看一组照片 看看贝多芬的形象是什么样子 长久以来我们知道有各种各样穿凿附灰的说法 大概几十年前就有人提过这样的想法 他们通过对贝多芬面容肤色的剖析提出观点 说什么呢 说有可能贝多芬的母亲是个黑人 所以贝多芬她也有一半的黑人血统 甚至有人说贝多芬可能干脆就是个黑人 只不过她这个成就太大了 在当时很多人认为 黑人是不可能有这么高的艺术成就的 因此他们强行把贝多芬漂白了 在各种记载中就说贝多芬是个白人 以窃取黑人的成就 贝多芬是不是黑人呢 我想这一点我们就不用再质疑了吧 作为这么知名的一个历史人物 他所生活的时代有多少同龄人啊 如果他是黑人 你得多强大的机构才能把这个事实扭转过来 问题是有很多阴谋论者 他就相信贝多芬是黑人这个事情 没办法 有一些民族啊 他就是要用这个方式来找到自信 其实这种想法 我觉得咱们中国人应该不陌生 因为咱们旁边有个邻居 不就常年用这个方式找自信吗 您想啊 韩国这个历史确实也是挺悲催的 作为一个小国 几百年来 要不然是旁边大国的附庸 要不然又被日本殖民了几十年 所以作为韩国人来讲 过往的历史一直是屈辱的被压迫的历史 跟今天的黑人很相似啊 所以当韩国独立建国之后 他就要从历史上 从文化上找自信 怎么找 那就是所有有能力的人物都是韩国人 因此这些年来 我们经常听大家讲笑话 韩国人认为这个人是韩国人 韩国人认为内向伟大成就是韩国发明的 我们理解人家急于找自信这个心态 黑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很多人可能认为 我们如果能证明贝多芬是黑人 我们就能证明两个事情 第一 黑人有能力 黑人有这么知名的音乐家 第二 黑人在过往历史中的成就 被白人所掠夺了 白人不但掠夺了我们的身体 奴役我们 而且把我们中的伟大人物还漂白成了白人 黑人们有这种心态 我们能预解 但是这种心态 对黑人今天的地位有多少帮助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